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地上庄稼插曲就是三位天使宣告即将来未来的末世 约翰的手法跟过去完全一样是天上地上轮流来对焦 先十二章上面富人生的南海跟天上战争 接着十三章他把镜头对到地上的海兽跟地兽 当撒旦模仿三一真神的伎俩透过666来迷惑四人的时候 约翰立刻把焦点转向十四章的第一节 十四万四千人在西安山来对羔羊的敬拜 然后加上三位天使预告福音传遍地籍 之后地上的巴比伦要受毁坏审判 最后地上的庄稼将被收割 天使预告将执行愤怒大九渣的审判 而且强调这审判是彻底的是普世的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 十五章约翰又把焦点放在天上宝座前的玻璃海 而且预告会有七位天使将成神愤怒的七晚 跟前面四号完全一样 四晚的前四晚是回应出埃及记的实灾 而且灾难的次序都是从陆地海上内陆江河到天空 而且灾难的比例那些沿着七印七号七晚逐渐加温 从七印的四分之一七号的三分之一到七晚的百分之百 第五晚就预告末世东方诸王将联合世上众王 模仿三一三位一体的撒旦 狄基督假先知的迷惑 这指使之下跟神额里在哈米吉多顿争战 第七晚预告人间巴比伦城将全面被毁坏 现在让我们一起一边默想启示录 十三到十六章一边读下去 启示录第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拳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也拜兽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必备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备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一号的头一个兽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阿英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 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格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兽相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树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又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它的数目是 六百六十六 第十四章 我又观看 靖高阳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 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伙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一歌 这些人 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始同身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高阳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畏 那创造天地海和重水泉源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谐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 只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兽和兽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 唇衣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高阳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燕往上茂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兽和兽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 伸出块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炸中 那酒炸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炸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绝环 原有六百里 第十五章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 大而且齐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 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掺杂 又看见那些圣了兽和兽的像 并他明字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虚的歌和羔羊的歌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奇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意在成在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子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以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写出来了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贵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穿着几百光明的细马衣 胸间竖着金带 似乎无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墓的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成神大墓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饿而且毒的窗生在那些有兽印记 败兽相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重水的天使说 习在今在的圣者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神全能者 你的判断易灾成灾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吸毒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盗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急事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了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看你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密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成啊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月中依他连他 为这宝子的灾极大 人就亵渎神 哪里是天下 在海岛都逃避了 人也想起巴比尔鲁 多人以为三段 尖破坑 尖破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